今天我們現在 市場傳出可能落腳處就是桃園大園的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 當地荷蘭半導體設備商艾斯摩爾還有品牌廠華碩進駐 貨運站第二期年底完工之後還將增設冷鏈物流運籌價值專區 外界分析香港如今等同中國內地城市 政治風險難以捉摸亞太地區轉運角色明顯弱化 供應鏈半導體大廠不得不降低過度集中風險尋求去中去港化 先前美國川普總統簽署了香港自治法 當然也就取消了美國對於香港在貿易上的一些特殊的地位跟待遇 那麼這個部分當然也使得這幾年來 那麼香港它在轉運的一個功能上已經有逐步的競爭力下滑的一個態勢 業界指出揮達跟超微都下單台積電 物流中心設在台灣等於生產到製造一條龍縮短物流距離 遠雄港則低調回應 揮達超微等大廠透過物流通路商詢問 目前仍在洽談作業、出租等階段 新台灣電台電視胡宗翰、沈維通、台灣台北報導